哈喽大家好我是住处大山热爱美食的我每期呈现跟你不一样的味道 这期呢为大家分享一道羊肉炒鸡蛋的做法 首先呢我们先准备好所用到的食材 首先先准备好八个新鲜的鸡蛋 再准备好一块新鲜的羊肉 还有就是这个小葱和辣椒 再准备好这个孜然粉和辣椒面 那么首先第一步我们先将这个羊肉改刀 把这个羊肉呢切成粒 切成钉状 大家看这个羊肉表面呢有一层这个白色的筋膜 我们先用刀把它去掉 这种白色的筋膜呢我们在炒制的时候不容易炒透 我们先将这个羊肉呢改刀成大片状 然后呢再切成条 最后我们再切成丁状 我们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 这个羊肉呢我们最好用新鲜的羊肉 鲜羊肉炒出来特别的好吃 非常的嫩非常的香 接着我们再把这个美人椒顶刀切成圈 这个辣椒呢根据个人的口味添加 能吃辣的可以多放一些 接着呢我们再切少许的小葱花 不要动刀的我们已经改刀好了 大家看这是羊肉 这是美人椒 这是小葱花 作为一名这个职业厨师 我们打鸡蛋呢单只手就可以打 大家看 这个鸡蛋打好之后呢 下面我们先将羊肉呢稍微的腌制一下 这个羊肉呢腌制也非常简单 我们放入少许的盐 然后我们用手把盐味抓拌均匀 这个羊肉腌制好之后呢 下面我们就可以进行炒制了 首先第一步先将锅烧热 锅热之后呢锅内放入两勺青油 油烧热之后呢我们要把油倒出 一定要充分的把锅润滑均匀 做这一步的目的主要就是为了防止 等一下炒羊肉 防止羊肉粘连锅底 油倒出之后 然后我们把羊肉倒入锅中进行煸炒 这个时候呢我们开中小火慢慢的煸炒 把这个羊肉炒变色炒熟 炒出油分 然后呢我们再把辣椒倒入锅中 把辣椒炒出这个香辣味 然后呢我们再把鸡蛋倒入锅中 大家注意啊这个鸡蛋一定不要打散 整的鸡蛋倒入锅中 然后呢再用我们厨房神器锅铲 不停的翻炒 把鸡蛋炒散炒匀 在做这一步的时候呢火候不要太大 防止把鸡蛋炒浮 鸡蛋全部凝固之后呢下面我们开始调味 放入少许的盐 然后再用锅铲把鸡蛋全部打散 把结成块的鸡蛋呢尽量炒散开 这个羊肉炒鸡蛋呢 这道羊肉炒鸡蛋喜欢吃嫩一些的可以减少炒制的时间 那么喜欢吃老一些的可以多炒一份 接着把我们刚刚准备好的小葱花倒入锅中 开大火翻炒几下之后 然后呢我们再把刚刚准备好的紫然粉和辣椒面倒入锅中 不喜欢吃紫然粉和辣椒面呢可以不放 最后开大火呢翻炒几下即可出锅装盘 这道羊肉炒鸡蛋非常的鲜嫩 我们这里再吃这道菜呢一定要配上煎饼 或者是呢别的面饼包起来吃非常的好吃下饭 那么这道羊肉炒鸡蛋我们就做好了 你学废了吗 大家有不同的建议 欢迎大家在评论区留言 最后记得给我点个赞加个关注 感谢大家